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饭店的醋溜手撕包菜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想要做出饭店的味道,还是需要掌握几个小技巧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颗新鲜的包菜 要用手捏一捏,包菜是否紧实 紧实的包菜才比较新鲜 然后用刀将包菜对半切开,一分为二 里面有一个硬梗子,我们要用刀给它切掉 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 切掉之后,再将包菜一片一片地掰开 这样好方便我们下一步地操作 处理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盆中 接着将包菜撕成小块 里面的这个硬梗子要挑出来 可以留着下次凉拌着吃 因为它不容易炒熟 想要做出来的包菜好吃 千万不要用刀切 因为用手撕出来的包菜,形状是不规则的 这样更容易入味,而且炒制时不易出水 撕好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和一勺小苏打 然后倒入多一些清水,没过包菜 然后下手将包菜清洗干净 饭店里面的包菜一般是不清洗的 我们自己在家吃,还是清洗干净一点 吃着安全放心 抓匀后,先放一边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将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来准备几半去皮的大蒜 先改刀切成薄片 然后再剁一剁,剁成细蒜末 再准备几根小葱白,改刀切成小葱花 一块生姜,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些干辣椒 然后用剪刀将辣椒剪成小段 剪好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下面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 一勺十三香 再加入一大勺生抽 一勺香醋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将料汁搅拌至化开 搅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的包菜也已经浸泡好了 然后换水将包菜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把它捞出来 放入漏栏中控水备用 下面把锅烧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将包菜放入锅中 然后开大火煸炒 先将包菜中多余的水分给它煸炒出来 提前将包菜煸炒一下 再炒包菜的时候就不会出水了 而且口感吃起来也更加清脆 这里炒制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一直将包菜炒至微微变软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装入大碗中 下面另起锅,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五花肉 开大火煸炒 将五花肉中的油汁煸炒出来 这样五花肉吃起来更香 而且不油腻 一直将五花肉炒至微微焦黄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然后倒入葱姜蒜和干辣椒 继续翻炒均匀 将辣味和葱姜的香味炒出来 然后倒入包菜 再次翻炒均匀 这里要开大火翻炒 大火炒出来的包菜才不容易出水 而且口感吃起来更加清脆爽口 炒匀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继续翻炒均匀 使包菜都能裹上一层料汁 将包菜炒至入味 这里切记不要炒太久 大概翻炒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一盘非常好吃的醋溜手撕包菜就做好了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所以咱们做这道菜时 一定不要直接下锅炒 像我这样做 做出来的包菜不出水 而且脆嫩又好吃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ujh